风水学 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智慧捷径而大成 是一门庞大的综合科学 包含天文学 命理学 地质学 建筑学 空气学 生态环境等 和每个人的生活细细相关 现在更成为了一种世界风潮 你不能改变命运 但你可以改变风水 知名制作人沈玉玲 五年前入住新宅 事业平顺 还娶了年轻妻子雅雅 事业爱情两得意下 心中却藏着一见隐忧 年破四十的她 用尽方法至今人膝下无子 这次找上本节目帮忙 而究竟在大家华丽的状况下 会潜藏着什么让她 无法传宗接待的风水格局呢 这够子耶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个宝 笑什么啦 好可爱你不觉得吗 哇长好大喔 对啊 你看你看 Emma前几天生中中班耶 哇 你看她现在是中班生了 大姐姐了 我的两个小孩子现在仿佛像双胞胎一样 一个两岁五个月 一个一岁五个月 已经开始上幼幼班了耶 真的 你看有子万世主 真的 而且那天我女儿啊 还跟我讲一件事才好笑 是不是 就是那天我跟她说 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话就是王道 她说对 妈妈是王道 我是王静熙 妈妈是王道 好幽默的小孩喔 我以为从小就有梗 有梗喔 对啊 有梗的是你妈妈 还竟然问说阿王道是谁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来到底要干嘛 今天来 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有小孩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是啊 可是偏偏我们演艺圈 却有一个人得不到这样的满足感 谁 大家不是都生了吗 对啊 也婚都结了对不对 然后小孩差不多都快生了嘛 对啊 就一个人结了半天 但是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连土中康康哥都生小孩了 谁还生不出来 对啊 想想演艺圈里面就是 你知道 常常整人 然后呢 不断种下一些孽缘的这个人 你说沈玉琳大哥吗 他就猜到 就是他啦 可是我们是风水节目耶 沈大哥 玉琳哥生不出小孩 应该是照口夜的关系 不是 对 我们既然来他家就想说 来看看他的风水 风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我们要找出原因 到底为什么 到现在又生不出一个月 有动静 对 我们就帮她 好好关心她一下 好 风水有关系制作单位 今天来到位于台北市松山区 人称众义鬼才沈玉琳的住家 京商内的社区大楼 邻近学区旁边还有饶河夜市 看似生活机能绝佳的地理环境 会隐藏着何种不为人知的 风水危机呢 今天受命前来拯救沈玉琳的 就是自称是风水界柯南的展伟中 他能够解决沈玉琳无法生死的汉汉吗 哇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到了 不是 老师 不是 老师 不是 老师 自己不愿意开喔 老师就这样子 要别人欢迎你 你煞气太多了 不会开电梯喔 沈玉琳讲真的啦 因为我们今天到玉琳大哥 他的家里对不对 是 在门口先讲一下 风水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 一个人的智商 连电梯门都不会开 知道风水 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儿女工啊 或是有关生小孩 因为你知道现在台湾生育率 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名 是 你算是很敬业生两个 对啊 所以是不是让大家可以 有一个基础的概念 基本上风水有五个重要的绳 一个叫造绳 一个叫侧绳 一个叫床母 一个叫地基组 另外叫做门绳 那跟生产有关系的 就是三个重点 一个叫做床母 因为在床上坐 那个不该做的事或该做的事 会产生后代子孙 所以床母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说后阳台代表 后代子孙的舞台 如果后阳台不好 或是有任何的煞气的话 那么就有需要调整的空间 第三个在整个像宅如像人 对不对 一个房子里头 厕所代表我们的生殖器官 厕所喔 对啊 甚至就是所谓的厕神 我们在那边脱裤子啊 尿尿啊 洗澡啊 把我们下体是露出来了 那这是我们宅下里面的生殖器官 那生小孩就要跟生殖器官有关 所以如果厕所的厕身 或是他的厕像不好的话 也会影响到他整个生殖跟生育 跟后代的延续 喔 所以要看这三个地方 就是对了 基本功对 而是说要在这三个地方做才会妆 对啊 如果后阳台厕所跟床啊 后阳台不好吧 后面对面淋屈啊 可是你刚刚讲的都是里面的啊 那外观这边有什么 有什么 很大 很大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主任请出来 他每次买房子都大赚钱耶 真的那么大问题吗 我真怕他不敢出来 看怎么交一下 你是要交出来 明镇就能吃到吗 余霖哥 西医董说你啊 后来你很大 赶快交出来听一听啊 想救救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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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客一下 你怎么会这么小的 有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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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很会看耶 是 我之前送给玉琳哥的 小的罗盘 我个人也专业风水地理 真的他一直指你耶 对啊 有会晤 真的耶 好 请 好啦 玉琳哥你现在还笑得出来 还算不错 ok 因为其实我们在门口 有一些茶包 对 俗称的茶包 大茶包 对 有很大的茶包 真的吗 对 哎呦 不会啊 这里都 这个捷径光亮有什么ok 不ok的地方 那是因为我们有打光 真的 我一直觉得说 怎么前面有太阳 风水会为行煞 卫煞 跟这个阴煞 行煞是眼睛看得到的 我们知道出门 尽量不要见梯 排位进门便发现问题 情形似乎不乐观 而这个问题又会对沈月灵 造成什么可怕的影响呢 因为门外代表我们的远景 你看到这个电梯 你代表你的前途是上上下下的 时好时坏 才来才去 所以出门直接正对电梯 那代表你预警 你这个房子的家喻的前途 是这样子的 那是只有电梯吗 因为很多人门口打开 你还会看到逃生梯 对啊 之类的 楼梯啊 这叫做形煞嘛 眼睛所看到的 如果你看到楼梯的侧边 就是出门见锯 锯子的锯 叫出门见到 那如果有门就好了 出门最好转折一下 最好是平平 可是它电梯就长这样 我怎么办 花一个叉又用 花钱把它封起来 我跟你建议 两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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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电梯的门 你可以用那个电脑输出 贴一个风景画 好 好 有山游水 那么聪明的办法 推你想得出来 真的 那代表就是去这个行 那么出门远景无限 一望无际 第二个就是说 可能住户有反弹 那我们做一个转折 这里放一个高高的盆栽之类的 那么具有这个转环的方式 这个长风 你说在这里到这里 你这边要做一个小圆环 对 就是做一个圆环 高高的 像人爱路圆环 那一种圆环 也可以 然后你还会放这脚 出去的人就要转一下 这样会不会太麻烦 可是很麻烦 但我们出门还得这样子拐一拐 这样太不人性了吧 最幸福就是一个贪 贪途方便 而带来更大的灾难 出外奥源于贪 算了 然后懒 懒 懒 一切都懒 所以出外也懒 事业就懒成功 所以就是 好啦 只要避开下午下班时间 对 避开尖峰时代 所以其实贴风景画还蛮好的 贴那个倒是同一多 对 那个贴只是我的事而已嘛 对 基本上这里还有好处就是 它出来就这样 有风有光 有风光 对 如果出来地方站太多人 没关系 人潮如前潮 前潮是什么 那种工作人员 所以观众朋友有比较见怪 想说你一直每天走 不然你这边都这么多本身 对不对 想太多了 对啦 那所以因为刚刚詹老师 有特别讲到就是说 其实影响到 你有没有后代子孙啊 能不能生小孩 其实有三大重点 所以那要进房间看才知道 好 在沈玉玲的家门口 形成一个门对门的格局 会产生风水学上的禁忌 渡口煞 究竟什么是渡口煞呢 刚刚节目上提到的渡口煞 现在我们就看看 什么是渡口煞啦 副理子不是渡口煞 渡口煞就是 如果你家是门对门的话 注意清醒渡口煞 家里就像是 那如果一个门打开 就另外一个门 这样就是渡口煞 没错 而且如果你家的浴室呢 一打开门进去 有一个这么大的镜子 再超过你的半身 而且是长方形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道门 那要怎么挂解 挂上了帘子 就可以挂解渡口煞了 那渡口煞 会带有什么作用啊 渡口煞 渡口煞会让你召开笑 还会扭来试飞 确定那是会让你家人 常常在争执或争吵 那我觉得 我还是去买个帘子挂起来 看完沈玉玲大门外的问题之后 首先来到沈家的客厅 在宽阔气派的外表之下 有哪些令人担忧的风水问题 正悄悄其实她的运势呢 人家有几坪啊 全壮83坪 那室内空间是73 而且工程比好低喔 对 四个房间 四个房间三套卫衣这样 你搬来多久了 搬来这里快五年了 那你之前是住在哪 我之前我的第一栋房子 是在五谷的那个叫做阿亮的家 为什么 为什么叫阿亮的家 为什么叫阿亮的家 因为当时就是浦学亮 在那里待遇 然后我去探班 那探班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一个美丽的经理 就告诉我说你就买就买嘛 然后我就冲着他的那个美丽的 美丽的事业线 就边签边看 然后就去看 边签边看 对 然后就买下了阿亮的家 所以你是因为结了婚之后 才搬来这里 不是啦 结婚之前就买的 我阿亮的家 后来我就 在金华城的旁边有一间房子 我就看那一栋不错 也很便宜 因为当时那个房东 他开价850 我想说那里怎么会是850 金华城旁边 对 后来原来那个房东 他自从买这个房子以后 他就都租给人家 他没有自己上来看 那过程当中 他跟每个房客 都是电话联络而已 所以他有十几年 没有来过那个地方 所以他印象中 他那个房子还是以前的 以前就没有金华城 以前就是市民大道 然后铁轨 对 那个时候有点 有点就是比较 算是台北市比较 比较偏僻 而且偏僻就还没有发展 而且因为旁边是台北机场 所以看起来比较 你怎么那么幸运呢 结果他850万 我记得那个 他要跟我签约的那天 他才来台北 他一来台北他一下车以后 他就环顾四周 他整个抓狂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怎么会这样 他就抓头了 他有这样吗 他有了这样 不一样了 然后他当场想要后悔 他说不行不行 他这样卖你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那我就跟他争辩说 这个是你答应我的 而且我钱就这么多 就准备好这么多而已 不能后悔 讲好不能上 后来他就没办法 就把850 就是一点点的提高 然后变成880这样 那我记得我跟他签完约以后 我走下来 后面有两组人马在追我 我想说我得罪人 什么淘贷公司 对 我就淘贷 后来是两组 还是以前被你整的一人 不是 是两组仲介公司的人马 他们告诉我说 陈先生 你刚刚签约的对不对 我说对 他说你现在如果愿意 把这个房子 转让给我们的话 他们愿意用1200 1200万的价钱来收购 马上了耶 马上 台北怎么会找到1000万以下吗 对 那真的很难得 后来我当然没有当场就卖他们 我是隔了一两年以后才卖 那一两年以后再卖是值得的 因为就变成1500 那有了1500万以后呢 那我就开始想说 从小梦想想要住大一点的房子 因为小时候在乡下 我们还要七八户人家 跟人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 我讲的小镇一定不相信 因为他们是有钱惯了 诶 讲这样 我是真的不相信 他不曉得我们小时候过过这种生活 所以一个梦想呢 就想要住大一点的房子 那所以呢 就有一天在饒河街吃那个 沙茶鱿鱼羹的时候 没有那么详细 不用那么细节 没有那么细节 我还想知道你吃什么 在吃沙茶鱿鱼羹的时候呢 偏见那个电线杆上面 贴了一个集污粗 粗瘦 粗瘦的纸条 就打了电话 就是这一栋的屋主 所以当下就买到了 没那么当下 历经了很多波折 但我长话短说就是 他原本坚持开架要 沙茶鱿鱼羹跟你都讲租 他那个屋主是一个银行的董事长 他为什么想卖这个房子呢 原来因为他当时买这个房子的目的 是要给他的儿子 跟他的媳妇一起住的 因为他儿子刚结婚 想要两代同堂 全家和乐这样子 没想到他那个不孝的儿子 受了他那个媳妇的怂恿 说不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不好 我家庭会有纠纷 所以这个爸爸就非常火大 决定把房子卖掉 那他本来坚持开架要三千五百万 可是我真的只有三千万的预算 好说歹说 他就始终不愿意降价 后来我就使出杀手间 因为他不是跟我提到 他那个不孝儿子的故事吗 对 我当场陪了他喝下一杯高粱酒以后 我说老婆 这样子好了 你儿子不孝 玉玲来孝顺你 以后你就是我的干爹 这种话你说的真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一番话打动了他 所以他就 他就愿意把三千五百万的 降价成我希望的三千万 就买给我了 他应该是喝醉吧 是被打败了 他当场有点醉 可是确实因为 因为我后来 因为你那句话有感动他 因为你那句话 后来一直到我们正式签约的过程当中 我确实就是只要有空 我都会来探望他 陪他聊天 然后聊天 当他开心 一直到房子过户以后 我就没有再找过他了 好确实 好确实 阿伯要吧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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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玉玲哥你搬来这边 最大的好处就是 最大的福报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取到的雅园 当然 因为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那你就都会给我 当然 搬来这里五年 大概比我过去十五年辛苦 赚的钱都还多 那最大的福报 刚刚你也讲了 就是取了一个交期 不过呢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去年二月 结婚到现在 也一年半的时间了 那眼看我们今年 百年结婚草很多 这个艺人朋友们 都生小孩 都还没结就生了 那我到现在 依然膝下无子 为什么不愿意做呢 努力在做 但是天不从人愿 老婆还好 但是对我来讲也把年纪了 我总不要说 到时候小孩 我冲她去念小学 人家同学说 你阿公 再你来上去 差不多 对 你看我现在四十四岁 对不对 那等到 就算此时此刻生都已经很晚了 因为小孩十岁 那我也都自己会了 对啊 那一般说到这里的时候 邓老师你是不是要移架一下 你能移架到那个 命迷大卫 你要出手了吗 风水最怕是音哨 好宽喔 好厉害喔 所以很怕被音哨 喋喋不休 这样子讲来讲 会造成很多阻碍 很多阻碍 智慧很阻碍 那今天来说 玉琳哥是一个很慈悲的人 为什么没有小孩子 可能是缘分没有到 基本上我们 从第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八字里头 可能仔细的运比较弱 第二个可能就是有业障 可能曾经做过什么坏字 那多 那多 我没有讲他 这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第三个从 照顾业用 有可能就整人家 我业是每个艺人都有多少 很造业 都不好意思 我是从多元化来切入好不好 OK 第三个就是从风水角度 我能帮他忙呢 我会竭尽我全力 去跟他做一个建议 所以这房子里头 基本上我们先看一下 他本身进来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来 进来就有吗 这个玄关那么气派 不是这个明天暗房 这客厅很明亮又方正 代表主人有没有 是方方正正的一个人 那堂代表男主人的地位 所以采光好 代表他阳光热情 活力充沛 没有话讲 可惜明天就是一个大厅 就进门见厅就好了 他又多了一个门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在门 这边看电视什么 里面怕草门隔起来都很好 而且还有因为要讲究 那个节能减碳 我们在那边开冷气 那如果没有这个门的话 那个冷气四处乱串的话 他说得非常好 一样是门你可以坐在那边 不要坐在客厅这边来 真的 那边是房间嘛 那边是卧室嘛 你可以考虑从那边做切入 第二个就是说 有门就有行 有门就有格局 今天门内都有好多个房间 我们称它为房中房 就是说 那边是门的 哪里 哪里 蛤 蛤 房中房的风水格局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怎么讲都讲不听 张维中录影现场爆充了 这个才是一个门的 叫做垃圾煞 本来就是说 垃圾煞机要放的 所以那时候就直接丢地上了 第二个就是说 有门就有行 有门就有格局 今天门内都有好多个房间 我们称它为房中房 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子里面 房中又有房的话 那么很担心有这种不好的烂桃花 烂桃花 可是房中有房 很多家里都有 对啊 因为现在大格局 都喜欢做这样的设计 如果这个 没有这个门的话 客厅 房间 房跟厅是两个单位 但它把厅里面弄的房 就不一样一色 所以这个门拆掉就好了 门拆掉的话 就没有门绳 就没有格局的位置 到这里的话 一下子 到底能不能拆掉 还是要留存 要拆掉 它其实帮助不大 但是你说它这只是取二房吗 对啊 这会影响到生小孩吗 当然 桃花多的话 对啊 你外带诱惑多的话 体力跟精力有限 而且最怕就是 最后它是跟小三生 然后没有跟正公生 那整个就十几个複雜了 所以 芽芽 这个人家拆掉 真的 想到要把它拆掉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中国人喜欢 背后有靠山 对 在我们座位的背后 如果人来人往的话 或是我们座位背后有门有窗的话 代表安全感不够 那么小人都从背后来的 你为什么要多一个空间 给人在你背后走走 来来去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沙发吗 那我们看一下 哇 后边好多人啊 好大 好宽敞 对 有那好多小人喔 对 真的耶 沙发没靠背 这个问题我搬进来 我就深深的思考过 一般我们沙发都要靠墙壁 对 可是当我把它移到后面 看靠墙壁 麻烦来了 那我看电视怎么办 你要拿望远镜吗 那如果把电视往前移 也不对 那会变成那边又空空的 对 这样怎么设计啊 客厅好大喔 电视就像一层会动的三水化 也是世界之窗 它在我们座位前面 可以看遍全世界 代表我们远景是无限的 这点是OK的 你不要因为电视的大小看不清楚 却忽略了这个 人来人往的小人的问题 所以你还是建议他把它往后靠 当然是这样子 那一个边盖一堵墙 你觉得会 喂 你让他后面做一个摸乳像是不是 你想想自己在家里做一个摸乳 对啊 因为中国人用屏风知道吗 你高高的屏风也想到这一个 它就是一个四两破千斤 不用大星土木 也不用做一个 没有四两破千斤的句话 四两破千斤 是破千斤 对 那如果做个屏风的话 至少安全感是够的 后面是有依靠的 我知道他一直 异于惊醒梦中人 其实他就是我们去买一般那种 屏风 就可以了 客厅房中房的风水格局 不仅会造成外遇和烂桃花 客厅沙发背后无靠山 更会周知小人 而注重风水的沈玉琳 平常在家也会摆设饰品来消灾解恶 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摆设不但没有帮到他 还可能带来厄运 老实讲这个客厅真的是非常的气派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装饰品 而且各个是有玄机的 都是有蹊跷的 招财进宝 对啊一个大元宝 这一定没有问题的 这个元宝我要特别去说明一下 这个是一个皇师姐她送我的 然后她这个元宝 它里面它有很多这种 就是所谓的板铁 那板铁的意思就是向神明 禀报事情 我们古时候大臣像皇帝禀报事情 都必须要有一些板铁 那这个好处是说 我们初一放 然后十五呢 去把它化掉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财富收到我们这里来 那我曾经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一直放到什么时候才化掉呢 放到他赚钱为止 对 他本身就是不断的去向神明啊 去禀报啊 希望能够求财啊 然后那个能量会聚集到这里来 这样子 你的金砖是不是 对啊 你还有金砖 这个金砖 它将来就是会化成真正的金砖 9.99 对啊 等到那一天我就分你们一人一块针的金砖 哎呦 好好义 真的吗 你就是这样 期待那一天到了 真的 那其他的摆设有没有问题呢 詹老师 这个是什么 这类的叫神兽 神兽 我把它视为没有加持过的话 就是艺术品 好不好 你讲对了 确实 那我们人的背后 人的背后 记得一个原则就是 我刚刚说过了 主人背后空的话做不住 人就外面啪啪照 对 第二个没有靠山情况下 安全感是不够的 其次这个背后 这么好的打磨 对不对 这么有灵性手工科的打磨 你看拿个拳头 是要打谁啊 我都不知道 而且不是一个人中的耶 而且是郑敬一耶 这个是郑敬一大哥 他亲手雕刻的 对 所以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我记不到我会建议他 放在进门的水关那边 把坏人先搭走 可是他刚刚玄关 已经有一个很大了 大石头了 刚刚的大石头是放猴子的 猴子也代表智慧钱财 对 所以也可以做一个财位对调 那么我觉得是提神的 所以猴子要拿来这 对 但是有一个很诡异的东西 就是说 有人贪吃到需要把冰箱 放在这个角落吗 你这样很方便啊 看电视可以 这个我简单诚听一下 这个太诡异了 冰箱都会在这里 一般我们的这个 风水地理的这个学说里面 进门的对角线就是财库 对 那一般我会被财库摆一个 比方说聚宝盆 什么什么或者是 发财金啊 什么的 他后来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说 放冰箱 因为钱流进来以后最怕什么 最怕又出去了 对 所以我们让钱进来以后 冻结 喔 漂亮 漂亮 把它收起来 对 你放保险库 你冻结什么 那就冻结枝金 把它冰住 不要让它跑掉 对 不会 就不会跑掉了 基本上喔 所以这你 不是装食物的就对了 不是 那是空空的耶 对 这是要装钱用的 而且你冰箱好脏喔 对 因为太久没有清理 又装巧克力 对 装巧克力 巧克力也是代表钱 我们真的都在 巧克力也代表钱 对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 通天元宝 这是Mickey Mouse 你这个是真的 是里面的用耶 元宝总是要由Mickey Mouse装饰一下 不要感觉说 好像从头位也太重 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 很有质感的节目 我讲一点比较专业的东西 我这整个 那你主持好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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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冰箱就是米缸 那这个冰箱就是 古代的米缸的代表 民以食为天 所以冰箱里面放一点食物 古代的没有钞票的 就是以火腿或烟肉或米之类的 放的位置是极佳品的位置 说出人话 但是里面的东西我们要放 真的要放食物喔 真的吗 代表它整个的财富 所呈现出的一个能量跟力量 这个冰箱 比这些皮丘 或比其他东西 要具有现代洋宅美学的真正意义 我再确认一下 所以你一直说财味放冰箱是OK的 非常非常非常OK 其实就是里面我希望 摆丰富的这个食物 就是还是要真的把食物放在里面 当然 而且食物有任何败坏的话 把它拿起来 所以我不能是一个假象的冰箱 就是一个假冰箱 或者冰箱不插电 反正我只是一个 空有一个保险箱或聚保盆 没有放钱 没有放东西进去是可以的 这个放得非常成功 我们今天节目里面 遇到许多家里的法饰品 有礁材花 聚保盆 水缸 三水泡 那如果我全部都买了 我家里放 那我是不是什么健康材料 最多有啦 不可以 千万不可以 你们东西还是放出的话 小心会适折其反 照来二运 啊 这么可怕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做正确的晚放咧 其实啊 不同的东西放在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效用哦 像是玄关是我们 打开大门第一看到的地方 这里就继续不可以放上 一些会招财的东西 以免才会落败咯 这个时候可以放上一些 威严的神像 像是关公 达摩 或是麒麟哦 诶 我知道 还有一个神像 叫做皮胸 他一定也是可以放在玄关咯 不可以不可以 可不是所有的神像 都可以放在玄关咯 像皮胸 它是比较起来清潜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还要把它放在柴尾 才可以招来财运哦 诶 那柴尾是不是还可以放上 招财猫 或是巨宝盆 一定可以招来财运 没错 诶 那家里面上 会有很多山水化 或是蚕蚀 那这些到底要怎么办 哦 很厚 像是山水化 很多人请了 摆在客厅里招财 但是 千万记得 靴得留下 不可以留向大门哦 要把它爽过来 留在屋内 才可以把钱留住哦 那像是 三角山水比较特别一点 这个时候不管是开店 或是家里 三角山水呢 白天的时候呢 可以正对着大门咬钱 但是晚上休息的时候 一定要把头转过来 才可以指示 把钱咬在家里哦 原来白饰瓶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下次在摆放之前 最好先请找专家 可别傻乎乎地乱摆哦 前面那个是垃圾斗吗 哦 怎么办 你说这一个吗 这是什么 这个屋子的设计呢 我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就是 乱伤 真的 西方设计大师所讲的一句名言 Less is more 什么东西 Less is more 就是说越简洁越好 它能够呈现出来的 越丰富 那你们看哦 这个屋子里面比方说像这个 哪有简洁 没有 听我讲 抱紧的沙发 比你解的沙发 但配上这个竹边 客家竹边 所以我这边就 呈现出一种浓郁的一种 一种木质的一种 我懂 我懂 浓郁的木质 就是很杂 因为你又是木头 又是藤边 又是动物嘛 所以即便是垃圾桶 我还是用竹子的 居家有一些人欠土 所以用石材 石头的材 做桌面是加分的 土的气味增加 有的人命中缺木 也可以做盆栽 或是用木头或藤的家具 提升木器 或是绿色的家具等等 这个非常好 可惜 这个产生了一个很危险 我们叫做垃圾桑 本来就是垃圾桶 垃圾桑 这个本身是放在 都比较紧张 不是 这是卫萨 知道吗 真的耶 因为垃圾桶这么大 会进这么多垃圾 是不是很差 我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三个都放个屁 大家就跑掉了 我们放五位 你放我们位 不是啦 这个卫萨是最可怕的 情煞还要更可怕 可是要问你 客厅的这种要怎么办 每个家里面客厅都 因为贪图方便 懒惰 造成格局的败坏 那怎么办 客厅不能放垃圾 你本身就是假的 垃圾就直接丢地上吗 那你为什么不在客厅大便呢 那你为什么不在客厅大便呢 你冷静 你讲的 你讲得不上便了 冷静一点 垃圾麻烦就大就好了 对不对 放便就好了 你们就是讲不听 那你讲人家叫不得 不是我信 因为我疼惜 玉琳哥 所以垃圾桶到底要放在哪里 还是就 垃圾桶当然放在我们所说的 虎边 虎边 我在海边在哪 虎边在哪 我还懂边耶 虎边 面对客厅的左青龙右白虎 虎边就是 面对客厅们的右手边的后面 都是属于它属于虎边 因为虎不怕臭 虎不怕脏 讲对了 虎不喜欢膏 所以很多的鞋柜垃圾桶 厨房 厕所会有厨余 厕所会有汇水 都在面对客厅的右手边是最好的 那你把那边摆那边就OK 他讲的也蛮合乎科学 因为在那边靠窗 你要怎么汇气的话 他起码风吹进来就被把汇气 对 那四眼家不会那么臭 我声势力竭 总算得到一两句认同 看完了客厅的风水之后 大师随即跟着沈玉琳 前往后阳台去移探究竟 后阳台又犯了何种风水大忌 而这个问题 会是影响求职的主要原因吗 小两口录影闹口角 你来我往 我不想让 你们两位有没有觉得最近 他的后阳台问题很大 厉害 他老师已经学会了神通 你知道吗 可以穿过墙壁 然后看到后阳台 不是 他来的时候先稍微偷偷地看而已 所以他后阳台温点很大吗 蛮严重的 接下来将进入风水上影响后代子孙 最大的后阳台 此处是否就是 沈玉琳五子的重要关键呢 你倒是说看看 这个阳台很棒 就在令户晒衣服 还有河岸的景观 基本上窗为眼门为口 如果一个风水阳災 窗子被遮住 第一个光线不能进来 第二个风气都不顺 那么就成为一个 唯一我们所说的遮掩蒙耳上 那一样是后阳台 有的人他会把衣服塞在侧边 不让他的衣服遮到他的光源 那么你看看这挂的衣服 衣服本身没有错 可是形式 挂的地方有错 形式鬼魅飘来飘去 本身就不见得是好事 第二个又把外面的光源进不来 难怪我每次半夜经过这里 这都吓一跳 都以为有鬼 第三个 这是我的宝贝 你不要误入我的宝贝 我不敢 我不敢 我还没见过以前都是靠他 不是 因为他很可爱 这是我的收藏 玉琳哥的后阳台是不可多得的 像远处眺望 没有壁刀 也没有任何的煞气 就是自己内部的一个 摆设跟格局 产生很大的一个不好的煞气 所以衣服可以考虑 衣服是打一边就对 盡量让这边的光线能够充分 还有像这种类似这种的 拖车 滑板车 杂物 或是类似我们说的一些器具 兵器 刀器 都尽量不要放在后阳台 是是 那小妹妹怎么卖 把它收藏起来 要同步把包起来 OK 原来后阳台的煞气 都是沈玉琳造成的 听完大师的讲解之后 只要几个简单动作 就可以解决后阳台的问题了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地大事情 怎么样 原来就只是衣服往旁边收就好 不要让这个阳光照不见来 其实它这个还算好 我曾经看过后阳台是 面对别人的墙壁的 或者面对别人的厕所跟厨房的 那就没有救了 它这个是远景无限 自己害了自己的前途 所以衣服往旁边移一下 对 既然后阳台没什么问题的话 怎么会嬉下屋子呢 那我想请的简单 上卧室了 夫妇在一起 生了玉琳在什么地方 不一定也看得出情绪 你好像很不情 情绪很多 我们平常阳台比较多 有正常的话 卧室当然是在自己的卧房 有的是卧室 所以床 是孕育生命的最重要的地方 来 我们来看他的卧室跟他的床 有吗 好 卧室再来 玉琳哥你带路了 你带卧室再来 你带卧室 你带卧室 你们这阳台都可以啊 哇 来到玉琳哥的卧室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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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出在这个卧室 但是 就是西夏五子的问题 就在这一间 真的吗 這裡面还有一个叫做 小五莎 小五莎 卧室的风水 迎入客音响沈玉琳的下半身 二是下半身才对 而小五莎 小五莎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小五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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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都跟我可怕了 还有小五 有小五 喂 喂 老师真的有小五 喂 喂 喂 你怎么突然跑出来 芽芽 我已经走在这边听很久了 我穿墙素 对 刚刚外面已经 我们有一个那个 又有一个房间 房中房 芽芽你要注意 刚刚老师已经说 你们客厅那边有一个门 对 已经是会取二绑了 现在进来又小五耶 对啊 你怎能威胁 我实在是 爱于我的专业数 你看 他就叫小五了 可是是男生会有外遇 还是女生会有外遇 因为我每天就是那个忙碌 工作这样子 对 我还很忙碌 但他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 在家里面都要化妆 哦 对 对 所以 人家还会抓头发 我是为了录影 你不是抓头发 就是说 故障有点怀疑就对了 真的耶 感情有点生细 有些点嫌隙在里面 重点来就是说 什么室都可以找贵人 只有夫妻的这个房室 还有卧室不需要有贵人 那所谓贵人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头放太多别的照片 卧室是两个人很私密的地方 为什么要放 只要是有人的图形的 可是我放我自己老婆 我们的结婚照 都是雅雅跟狗这样不行 那我请问你一下好不好 房子里面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家里两个人总共五个人 可是他就是 就都是他们两个 都是他们自己的照片啊 应该讲说 有行就有煞 你也可以放清明上河图 是啊 那什么样的房间是 人人都可以进来的 就是那种 我们类似这种妓女院啊 类似那种桃花房啦 让人家参观 让人家每个人都 人静可睡 人静可露的 这不行 这怎么可以 所以要说是你的 这个也是一种 我认为叫风水头是不适合的 有的人甚至于 放一个镜子 照这个床 境内有两个人 境外就有两个人 叫做小四上 很多酒店都是这样啊 所以是桃花 人静可露啊 招来细走啊 是这个意思 可是真的耶 因为你知道以前啊 我爸就是很喜欢一个那个 电影明星 不是啦 电影明星叫法拉佛西 有没有 因为太喜欢他了 他就是在他的天花板上面 就贴他的照片 然后每天睡觉一躺下去 就可以看到他 而且脚完那个大便都黄黄的 没有 就是真的那一段时间 就是我爸整个就在 就是有朝桃花的显示 真的 这个其实风水是一个统计的结果 其次 芽芽刚刚走出来的时候 虽然把你们吓到了 也把我吓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以为那边是一面墙 竟然是一个门 竟然是一个门 我必须再说明一下 为什么需要这一道门 因为这个里面进去就是这个洗手间 对 那有时候也是说 比较让人说我们睡觉 然后洗手间就很容易 因为不是风 冲水麻洞的声音太大了 这简直就是玉琳哥 他讲的都对 可是本身这个柜子 已经把厕所遮住了 已经有一个遮挡化豆壁的 遮跟挡的作用了 所以你这个门就是多次 总是把门拆掉都好 没想到沈玉琳的卧室 竟然犯了夫妻间最忌讳的 风水打击 房中房 造成小两口口角不断 到底该如何解决呢 天下很好穿不穿的家庭 只有不认真的小三 嘿 我也不是这样说的 怎么可以这么话 没有了 我想告诉大家小三的可怕 你们知道 风水里面也有造成小三的格局 大家说过 房中有房 必有二房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的 房中房 目的声音 房中房就是你的房间 又有一个房间 那那个房间 必须是要你的长期间 会待在那里了 像是厕所浴室 那就不算了 可是那如果我把家里面的厕所 你去装房成一个生活的空间 贴得上两个小时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房中房 那你有不觉得公司吗 那我们直接把您拆掉啦 哎呦 这么麻烦 那还不如当初挑房子的时候 仔细看好格局跟风水 没错 而且找男朋友的时候 千万不可以找房中房 没错 其实她有小问题 你怎么问题这么多啊 你没完没了啊 我 不好意思 今天找你来 可是都是你自己制造的啊 没有 自己造成的 怎么了 我们知道我们进出家门房门 最害怕就是面对镜子 是 有的人是门对门 是格局所造成的 那很多人会在进门的前后 放个镜子 就是镜内有门 镜外都有门 因为要整理宜容 对 整理宜容 一定要照镜子啊 你也可以不看你自己用 不是啊 所以你的头发它流成这样子 他就剪成失败的 还真的以为是郭富城 明明就像李富城 照气象的那一格用 好 白贼 所以本身呢 他这个厕所门出来 看到一个镜子 他进去厕所又看到一个镜子 对 基本上就是说 有的人半天会去洗手间 会吓到自己 会被自己吓到 第二个镜内有门 镜外有门 叫做豆口煞 反而增加了或是有空气的 你说豆口那个 就是容易有口角 哦 会常常斗嘴 那没有必要的东西 那没有必要的东西 我怎么我懂 所以你们两个会常斗嘴 我们在外面不会 但是很奇怪喔 就跟老师讲的一样 我们只要门一打开 你怎么突然变那么配合度 我这么高啊 他没有跟他讲这种话 这是真的啦 其实我们两个在房间比较会吵 我们两个在客厅 就不会 真的还假的 真的还假的 因为有镜子啊那怎么办 马上追起来不要照 在房间还吵架那就惨了 怎么培养感情 其实你镜子跟那个 跟那个 对掉一下 就不会对到门了 再很简单就是 也是动手一下而已 其实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个是煞气创造出来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过卧室里面 大致上我们看了 问题都可以动手自己解决嘛 对不对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自己很想生第二胎 可是有很多人 像佩珍她就有跟我讲过说 因为我们家门头在盖劫院 就很多工程叮叮叮叮 会吓走床母 吓走床母 因为太吵了 太吵 老实讲比方说床母 男人有时候正在那个陶醉当中 听到那个声音 突然也会叮叮 不是那个问题吧 也会 你看 就是进口吗 就是干扰啊 就是干扰很多这样 所以没办法回来第二胎 这是成立的吗 可以 我们往前面 好 那也往前面 不过前面有工地吧 有有有 完蛋 你们家工 你们家工程很大耶 我可以单说明一下 就是前面在盖这个捷运站 松山捷运站 那就跟我们那一样啊 在盖捷运 然后旁边这个水沟 再加盖要变成公园这样 那发达了耶 这边只有地价又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房价一直在涨 你又还知道你们有两个工程在进行 同时两个工程 松山国小那里呢 也在盖一个行政大楼 所以是有三个工程 怎么会择 这个盖起来房价都涨三倍 背山下走床骨吗 应该讲说过程是辛苦的 结果是甜美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 我们的音哨 也包括很多人卧室的外面 有救护车的往来 或是车水马龙的这个快速道路的车的声音 包括很多的房子很高 外面有风的声音 鬼风收收的 包括工地的 庚住口 这个我叫掌 包括也有人曾经坐在那个铁道附近的 都受孕几率不好 甚至于卵唯心肌型了 这就是声音干扰到睡眠 没有很好的睡眠 总共有很好的体力 而且我们今天在 夫妻在房室的时候 应该要有很好的音乐 很有好的情境 有加分 所以以音致音 什麼意思 就是說放音樂 那如果用我們自己的聲音呢 去壓外面的聲音可以嗎 你要用什麼聲音 唱歌的聲音 什麼聲音 唱歌的聲音 也在練歌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說 花一點錢買比較好的 錢可以驅膜 錢也可以去煞氣 用隔音的玻璃 讓整個的臥室能夠安靜 進防 所以只要聽不到 裡面只要聽不到工程 就沒關係 也不見回鏡 要不然其實你這三個 蓋起來這邊很直氣 真的耶 而且視野很遼闊 其實雙部可以改成那一種 氣密窗那一種 雙層的 六層六 但是如果你是在二樓 對面蓋起來是五樓 你本來是有一望無際的圓景 因為它蓋起來 可能讓你遮風的話 但它這個 那這一步沒有我這個問題 我這裡有個大優點 因為對面就是國小 國小的老城 我們always就是這樣 不在我 而且101看的還滿清楚 不要再講101了 因為詹老師最討厭101 不是 很多人看到101 因為我不太怕 那應該是你 窗戶門 站在窗戶門前三步 直視過去有看到 才算煞氣 那很多人是把頭伸出去找 就要找煞氣 但是我們正常看沒有的話 就不算有煞氣 對 所以其實不算有 那如果你很想看煙火 你就自己走出去斜斜的看就看到 也滿好的 煙火偶爾放 天天放也受不了 對啊 所以OK啦 你臥室代表你的 至少的那個問題 都可以自己解釋 除了我們深深的祝福之外 其實當然我們每次到一人家裡面 我們都會帶一些小禮物什麼給你們 好 這麼好 還滿好意思的 因為一般你知道 就是幫你改一改 就是講講說風水在哪裡 但是如果沒有表現出誠意 我們也算不厚道 還幫我一直 麻煩你們來幫我看風水 然後還送禮物 讓禮物已經在客廳了 對 快趕 趕快去看一看 吃過禮物錢我們就先告一 我們就先離開 好不好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 夠不期待的 難怪 風水如仇 生平罪恨不好的格局 訓練有素的他們 將舍命改善眼前的風水問題 拯救厄運中的人脫離苦海 太好了 來 謝謝 還家公司現在都穿黑氣裝 來 處理一下 黑衣部隊 會針對今天的風水問題逐一改善 包括主務房的結婚帳 後陽台的衣服以及雜物 客廳位置擺錯的垃圾桶 希望能夠在近期內 收到沈玉琳當爸爸的好消息喔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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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